好 来关心中国对台展开军演的同时 立法院在今天也要三度开战吗 看到蓝白想要力拼国会改革法案 可以三读过关 但是事实上也有民团串联在七个县市 要来进行抗争 那么呛蓝白怎么可以 这个我藐视国会这样的一个活动 也因此在今天有许多值得观察的重点 而目前在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陈静怡 静怡 好 属于带你掌握在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现在是早上的九点钟 你也可以看到呢 这是立法院长韩国瑜 在早上的九点钟 那么已经要进到了议场里头 好 那么今天要持续针对的呢 就是国会改革法案要来续审 那么今天会进行的是 包括了国会听政权 还有刑法里头有关于藐视国会罪的部分呢 今天也会来进行二读 那如果这些二读都通过 也会把之前已经二读通过的 像是立院职权行使法里头的 藐视国会罪的部分 那么在进行三读哦 国民党当然希望呢 今天相关的国会改革法案 都可以来进行三读 那么现在呢 立法院长韩国瑜 他其实已经进到了这个议场里头 要来主持议事 不过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 这国民党的立委王宏威 他正在发言 那么民进党这一次呢 比起上一次 不管是517还是521来说呢 这个冲突的场面其实是比较少的 他们应该希望能够采取的呢 是这种拖延杯葛战术 那么尽管现在你在一场里头看起来 好像有点冷静 不过在稍早的时候 其实有爆发冲突哦 那个冲突呢是民众党和民进党之间的 林淑芬的说法是他那时候呢 准备呢 其实是要离开这个冲突的场面 不料可能是不小心弄到了麦玉珍 好就和麦玉珍 他们两个人之间爆发了肢体冲突 那么林淑芬呢 还使出了他的右勾拳 打到了麦玉珍的脸 那么现在还有另外一段画面 这是手机拍摄的画面曝光了 我们先一起来回顾 我都出去了啦 我都出去了啦 不要紧啦 你干嘛抓我啦 我要处置你跟他说话啦 要中间不行 要出去 好了 对啊 他干嘛 你还要吹人啦 对啊 你还要吹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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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吹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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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吹人啦 你还要吹人啦 好 来 你干嘛吹人啦 好 今天在立法院 其实可以看到的呢 就是玉珍们的战争 刚刚看到的是麦玉珍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陈玉珍 好 这是由于民进党立委陈廷飞 他想要呢 去贴他们民进党的布条 因为他们今天要高喊的就是 这个民主已死等等 但是呢 被国民党立委陈玉珍给挡了下来 那么陈玉珍也试图呢 要用他身材上的优势呢 把陈廷飞给挤出去 但是在这推挤的过程当中 就有点可能挥到 打到了陈廷飞 所以民进党就高喊 不要打人 那么也成为在议场里头的 一段冲突画面 我们继续来看 中文章的祝福 这期间小说了 有点可能挥之 touching 那天点 哦 你觉得你最近谁 因为这个唱歌 你把他帮助 有点可能 你阻止 我对大家les 然后但是 positions 可能没用 你没有 你没有 哪有为你 你做什么 好 持續來看到在議場裡頭的畫面呢 今天是5月24號 那麼要持續審國會改革法案 那麼可以看到在議場裡頭呢 幾乎被貼滿了這個布條 國民黨貼的呢 是改革查幣民進黨怕什麼 他們要的呢就是國會改革 但是民進黨當然也不干涉 如果呢他們貼出了像是反黑箱啊 稱民主那麼反擴權挺台灣等等的布條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比起之前的肢體衝突 他們現在要比的是文宣戰 就看看誰會說的比較有道理 那麼在議場裡頭 你可以觀察到立法院長韓國瑜 其實在早上的9點鐘 也順利的進到議場裡頭 好 今天相關的國會改革法案 會不會通通三讀呢 會來持續為您做掌握 好 那麼以上是在現場的最新狀況 我們先把時間交還給朋友